最近中国女排正在集训,朱婷却迟迟没有回归球队,而且在近期还被发现,在香港租游艇为姚迪庆生,在香港逛街购物玩得非常开心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朱婷自然遭到很多球迷的质疑,大家根本想不通为什么她能花时间在外面游玩,却不愿意回归国家队为国争光。 可以说,这段时间朱婷真的遭受到很多非议,她的口碑跟形象出现重大下滑,很多谣言和莫须有的罪名都在伤害她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对于很多喜欢朱婷的人来说,必须得站出来为她说一句话。 可能在不明白情况的球迷眼中,朱婷只是一个非常喜欢钱的球员。 在国内比赛需要朱婷的时候她没有出站,但是在国外俱乐部她却能照常参加比赛。 针对外界类似这样的误解,就在最近有大V在社交平台揭露真音,透露自己知道的真正原因和内幕。 看到媒体人的解释后才知道,原来朱婷之所以在国外能比赛,在国内没办法参加比赛,是另有原因的。 据这位大V媒体人透露,她说朱婷最近两年因为受伤的问题,始终是跟不上国家队训练的强度。 这一点蔡冰和朱婷早就已经说过很多次了,只是大家不愿意相信而已。 为什么朱婷能在国外比赛,却不能在国内比赛? 主要还是因为国内外的比赛和训练安排日程不一样。 媒体人指出,朱婷即便是在国外比赛,因为伤病的问题很多时候也打不了太长的时间,比赛结束之后甚至不敢和队友机长。 而且,朱婷平时训练的时间非常短,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进行康复治疗。 对于本身一直非常勤奋的朱婷来说,无疑是非常反常的。 如此看来,朱婷的训练和比赛大受影响,主要还是因为她的手腕伤病时不时隐隐作痛发作。 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,朱婷只能打一段时间的比赛,然后再接受长时间的康复治疗,让自己保持好的竞技状态。 但是一旦朱婷回归中国女排,接下来基本上是一到两天一场比赛,平时训练室封闭集训强度非常高。 对于朱婷来说,如果她的手腕伤病没有痊愈,根本应付不来这样的强度,而且很有可能会造成二度受伤,这才是朱婷为什么四度拒绝归队的真正原因。 所以,对于一些球迷来说,大家可能只关注到朱婷专注在国外赚钱,不愿意回国家队比赛。 实际上,背后有很多的苦衷,只不过朱婷习惯低调,自己一人默默忍受而已,并没有对外说出真正的原因。 祝福朱婷,希望她早日康复。